每逢我们计算这一类数的人 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这个跟好 为什么呢? 因为跟好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 hint 因为跟好里面的 content 是需要非负数 也就是大个或者等于零 所以我们从第一个跟好得出的第一个 clue 就是 x 加 y 这块是需要大个或者等于零 同样道理在第二个呢 我们会有 x 平方 减 y 的平方 那我知道这块呢 那其实可以分解做 x 加 y 和 x 减 y 那这块也需要大个或者等于零 那我们综合回第一个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这个 x 加 y 是正数或者零 那这个数乘以一块什么 这块得出来的结果才会维持非负数呢? 那答案就是这个 x 减 y 呢 它本身都需要是正数或者等于零 那整个成绩才会是非负数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保留这两个 clue 可能之后就会用到的 那我们看一看这一条色的右手边 右手边的这块呢 那有一个 2 啦 那 2 需要乘在这个 x 里 那同时要乘在这个根号里 那我们看一看这块可以怎样化简 那右手边这块呢 就变成 2 乘以一个 x 啦 减 2 乘以一个根号 那里面那块可以变成 x 加 y 和 x 减 y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2 乘以一个 a, b 那开始有些微目知道要怎样做 那外面这个 2x 呢 那其实可以拆解的 可以拆解成什么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 x 加 y 加 x 减 y 然后再减 2 跟好 x 加 y 它乘以另外一个根号就是 x 减 y 啦 那么心脆清的朋友 现在一看就知道 这块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它就是 x 加 y 减 这个跟好 x 减 y 啦 那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这一点就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我们把它拆回到原本的这一条式呢 那这一条式呢 就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加第二个完全平方数 那这块就等于 0 那为什么我要刻意标示这块呢? 那里面这些 content 我稍后才感觉 那但是 为什么要刻意标示这块呢? 那看着 我们知道一个数的Square 无论里面是多乱乱 多乱乱都好 那这个数的Square 出来 一定是一个非负数 同样道理 你旁边的也是 这块也是非负数 那两个东西各字 它都是大个或者等于 0 那但是 加在一起 这个 content 需要等于 0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就告诉我们 每一个各字的括号里面那块 就各字等于 0 那这个 statement 可能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想清楚 就告诉我们 如果有一串非负数 那 那 就是 除了这个平方 除了这个平方之外 其实 绝对值都可以 那如果下次见到的 有一个绝对值 那 什么都好 加上它 那绝对值 加一个 Square 再加另一个Square 再加其他绝对值 因为绝对值里面的东西 都是非负数 所以这个 不是 绝对值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绝对值 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 都是非负数 那如果我们有一串非负数 加上它 是 一定要加 这个operation 一定要加 这样才成立的 那一串 绝对值 加上它 这块东西是等于 0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块东西 各字都是等于 0 那 所以呢 我们 如果要Fill the content 我们就告诉我们 第一块东西 这一块东西 是等于 0 还有第二块东西 第二块东西 这一块东西 不是这一块 是这一块东西 这一块东西 也是等于 0 那终结呢 我们综合了 有两条式 就是这一条 x-y-2-x-y-2-x-y-2-0 这一块东西 就是等于 0 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一块东西 就是说 是没有价值的话,所以这个y 这个东西,y 就是等于0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y等于0 丢回上去,apply第一条式的这个东西 所以 所以,原本的这一条式,第一条式就是x-y 减2-x加y 这个东西等于0 然后,y就刚好不见了 这个y没了,这个y没了 那我们得出就是x-2 等于-x 一个简单的算术运算 我们两边平方了它 然后再归纳,我们就会有x 2-5x加4 等于0 这条式可以分解 分解完,解完出来 x就会有两组答案 综合这个y 那我们会有 第一个解是x等于4 y等于0 第二个解就是x等于1 y等于0 但是呢,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其实是需要验算的 那么,举个例子 我们x等于1 我们扑下去,左手边呢 就是1-2 左手边是,如果x等于1 我们将它扑下去 原本这条式 左手边是1-2 很明显1-2是一个负数来的 那么,跟好呢 这个就变成跟好1 那么,无论跟好什么都好 都不会变成一个负数的嘛 那么,所以这 左边的这条式呢 就有些问题 不成立的 那么,这个呢 就需要reject了它 那么,其次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多一个 不拉间的数呢 那么,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将这个跟好x 那么,拿出来 expand了它 因为我们需要两边都要平方的嘛 那么,在两边都 square 了它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x的取值范围呢 其实就已经撑大了 那么,所以它就会 拿起其他的数 就是这个呢 拿起这个x等于1 但是,由于expand了 就多了一些 可能我们不想要的根 那么,所以 于是者 我们在做完之后呢 就必须要研算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解一条方程的人 这条本身是一条一次方程来的嘛 我们将它变成二次方程之制呢 我们就已经 间不中 在不觉意之下 就已经吃了这些 我们不想要的根了 那,如是者 我们需要二五根 而且将 不对的 reject 所以这条数的 正确答案呢 只得一组而已 就是 这个x等于4 和y等于0 了